台北縣深閣 公園能夠多一點綠地的建設 让我们居民有休閒活动的去处 然后我希望图书馆的藏书可以再多一点 然后让我们有阅读的空间 台北縣深閣 我希望我们的道路可以再铺平一点 保障我们机车组的权益 也希望政府能多多的关心我们 谢谢 我也希望新台北市的越来越进步 就是跟台北市的那种文化就差很多 像一些大型公园啊 或者是运动中心图书馆什么之类的 都比台北市少很多 我希望我们芦州这边啊 有一个综合的大型医院 类似那个星光啊 或是先例医院那种大型医院 让我们很方便啊 做医疗的那个服务 透视新北市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新城市 大家好 我是曾子庭 欢迎再次锁定透视新北市的节目 台北线深阁之后 我们透视新北市的节目开始寻回 台北线各个乡镇市 我们要来听听看台北线的县名 新北市的新市民们 大家有什么样的心声 尤其对于深阁上面 当然对于我们的新市府团队 他们又该端出给我们的市民朋友 什么样更好的福利政策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 台北县立医院的礼堂 不对 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他现在叫做新北市立联合医院 今天我们这个透视新北市 要跟大家探讨 新北市政府所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我们就要锁定在医疗升格的部分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题VCR 过小型车祸受伤 或是生病要开刀 您会选择哪家医院呢 相信在台北线有很多的民众 宁愿花时间过桥到北市就役 也不会选择离家近的医院 医疗资源长期分配布局 造成民众对台北线的医院 没有信心 但是现在北线升格了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 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而卫生局又能拿出什么健康福利呢 马上进行今天的透视新北市 好的确台北线升格之后 我们的新市府团队 我们的卫生单位 以及我们的医疗院所 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的市民朋友 更好的医疗健康环境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三位特别来宾 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新北市卫生局的局长 林雪龙 林局长 局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现场来宾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院长 沈希哲 沈院长 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卫州健康营造协会的理事长 叶淑娟 叶理事长 理事长你好 主持人好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有很多关心我们医疗上面的议题 或者是我们三重卫州 在地的居民朋友们 要跟我们一起共同的来探讨 今天这样子有关医疗升格的话题 不过提到台北县长期以来 在医疗资源上面 分配不均的状况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我们为大家统计出来 平均我们用每一万名的市民 或者是县民 大家可以评分到多少的病床 根据我们的统计 在我们新北市的部分 每一万的民众 大家可以分配到的 大概是37.47个床位 而在台北市 我们来看一下 临近的台北市 他们呢 现在平均每一万的市民 他们可以拥有的病床数 有88.69 可以说是比我们新北市 多了两倍之多 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我想要先请教一下 我们的局长 是不是也可以代表着 长期以来在台北县 真的在医疗资源上面 有输入台北市也好 或者说有什么地方 可能是我们必须要现在 赶快去努力加强的地方 对 主持人刚刚提出了一个 在医疗上面 对新北市非常非常不利 而且也是我们现在 成为直下市之后 努力要寻求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 至少 好